跟區長先動手 區公所會議結束前 區長正要離開 和李明爆發激烈推擠 剛剛區長動手 打我看看 區長 區長 條文上議前里長控訴 區長先動手打人 區長則是想要離開 會議室遭到圍堵 之後又走回主席台 區長 你為什麼要先打 區長 你為什麼要先打 李明衝上去繼續包圍 甚至拍桌嗆聲 要求封閉垃圾 掩埋廠區長也一度動怒 我們女長說要告將詞 我們女長說要告將詞 雙方持續互嗆互告僵持 警方也進來維持秩序 區長最後讓步 我必須再吵 公佔你大家 肢體衝突發生在高雄大寮區 討論垃圾掩埋廠回歸金分配 總共12票 區公所代表8票 地方只有4票 李明質疑根本不公平 要求封閉掩埋廠 區長離開李明 圍著他就是有一些推擠的過程而已 其實我們不滿的是 我們這樣被欺騙跟被黑箱 前李長被手肘撞擊胸部 再加上情緒太激動送醫治療 而最關鍵的垃圾掩埋廠存廢問題 將送往市府做最後決議 記者金星中 王書宏 高雄報導 請多年 祝你全員 啊 啊